大家好,元宵節快樂,在家工作兩個禮拜 沒事沒幹,口罩都不用戴,多好 元宵節最好玩什麼?搓燈米 今年的燈米沒什麼好得過,搓一下今年的經濟情況 因為燈米搓得準的話,對我們的投資策略等等很重要 今年的燈米是特別難猜的,雖然我以前做過八年的經濟學家 總商會和其他的股票行都做過 不過今年當然不是經濟學家的身份 因為經濟學家通常都說了一些無謂的東西 比如我們公司說這個疫情 武漢肺炎的疫情對亞洲經濟,中國經濟的影響未必那麼大 因為他的治療很快就會出來了 到夏天之前應該會受到控制 死亡率在中國以外只有0.5% 在中國境內都是最高的5%也開始放緩了 如果治療找到方法的話 應該在短期內第一季的生產力都應該可以保持到 通常這些情況都是這麼有趣的 經濟學家就選擇做醫療專家 說很多這些事 而醫生反而告訴你經濟不受影響 做了經濟學家的事 大家都不是很想說自己熟悉的事 另一本雜誌《經濟學人》最老實 他說現在經濟影響很大 不但對中國對全球影響很大 因為中國佔全球的工業生產五分之一 而且是生產線的中間 物流線中間 你想想做一個車出來就沒有了輪胎 或者沒有了輪胎 或者是引擎沒有了頂 那你怎麼搞呢 就是做不到的 韓國現代集團的汽車部分已經停產 因為有些汽車的廉部件在武漢製造 而台灣的半導體 有些都喊世過命 日本都喊世過命 因為他們的中檔零部件電子產品 很多都在廣東和深圳製造 這些地方暫時還在停產 復工就不知何時 可能到三月或者甚至更遲都不頂 視乎情況 日本喊救命的另一個原因就是 今年奧運會 他們投資很多錢在奧運會上 預計會有很多的訪客 特別是中國訪客 數以百萬計會去日本看奧運 論盡 現在一隻船過去日本 他們都怕日本陸沉 如果有幾百萬個中國遊客去 他們開不開門呢 如果不讓中國遊客去的 玩他們的奧運會還有沒有意思呢 因為中國的運動員都拿很多的金牌 很多項目裡面 特別是亞洲區 是受威一致的 有個語言說 中國女排今年拿不到奧運冠軍 難道真的因為他們根本去不到 這些物流的情況 會一直持續 其實影響到幾大 未必是說今年的經濟減少了這麼簡單 因為整個物流鏈裡面 譬如說他手機的一些零部件 如果你今年做不到 明年它已經是會升級的了 你今年沒有這張單 明年又怎會再給你呢 所以在一個穩定供應的前提下 可能那些生產商 會放棄部分在中國的生產線 改為在其他地方 例如是越南 甚至乎柬埔寨 馬來西亞 如果他們不懂做 就教他們做吧 新加坡 台灣可能回到自己的地方做 美國 蘋果公司的廠 一些中檔少少的電子零件 可能他們都要搬回自己國內做 情況下 很多單就由世界工廠 中國就搬回他們自己的國家 雖然這個在大家研究某一戰的時候 都有想像過的情況 但是呢 今次就變得非常之真實了 未來會發生成什麼 疫情是沒有人知道的 特別是中國經濟會不會受到很負本的影響 第一件事就是 有一大群人 幾十萬甚至超過一百萬的人 受過這個病毒感染 他們的生產力已經是大減 兼且會成為國家的醫療負擔 這個不單是一天 可能是對未來幾十年的醫療負擔 都很大影響 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有什麼其他的投資策略需要改變一下呢 會不會有什麼口罩概念股 或者是火酒概念股 那些什麼呢 首先呢 我沒有那麼有創意的 火酒概念股 我想都未想到的 我想到的事情 如果我作為一個客戶 我都有一些投資 那我應該是怎樣做呢 有興趣跟過我頻道的朋友 都應該知道 我其實有計劃地 將我們的理財三角形 由下而上逐樣說一次 曾經說過的是保險 跟著說的是儲蓄 應該這個時候 是說投資正確 我們今天說投資 是怎樣去重新配置我們的投資 而投資不單是買股票 或者是買一些有價證券 亦都包括我們的重大投資 不生重大投資 沒有目過於是一個樓 或者是自己的生意 直接投資 投資每一個系列有自己的風險 最大風險當然是投資在自己的公司 有些人覺得不是 但其實你集中在一間公司 一個市場 一個老闆身上的投資 當然是比起你投資在不同公司 不同老闆不同市場上 是為之高 所以你買地產股 風險是低於你買一個地產 即一個物業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們覺得應該是 在這些不明朗 不清楚風險的情況下 是降低你投資的風險的級數 例如你買開一間物業或一間物業賣 麻煩你試試想想想 好不好買物業股票 如果你買開股票的卵 那些牽生工具的話 麻煩你想想想 不要買牽生工具 買股票實股本身 又或者是買開一兩隻地產股 你會不會想想買多幾隻地產股 同樣地產股的風險 雖然每一隻可能差不多 但加起來的時候 那個的共同風險 是會降低了 而那個的回補率可能差不多 這就是股票管理 即別人拿了六個月獎 或者你做開一種股票類型的投資 你可不可以買多幾種 好了 只是做投資股票 都會有風險 你可不可以想想 去買股票的基金 從而投資多幾個不同的市場 當然這個中間 又會涉及一些投資的費用 你要考慮一下這件事 買開基金的 你們都知道 基金有很多種 有股票基金 接著有債券基金 有不同的市場基金 有些另類投資的基金 例如新能源等等 不同的基金類別 你可以做一個很好的組合 來減低你整體的投資風險 你的回報未必會低了 買完基金之後 有部份人都會選擇買多些分紅保險 以前買少些 覺得自己可以博一博 但現在這樣的情況 可能要再降低少少你的風險係數 就買多些分紅保險 如果分紅保險再提升級別 即是再緊張些 你就是現金的了 總括來說 其實你增加投資的類別 是可以改善你的風險係數的 有些人問 這個時候是否應該盡量 減少投資變勢 做現金為之最好 其實是未必的 因為除了投資有風險之外 不投資亦都有風險 因為通貨膨脹本身 對投資的侵蝕都很大 如果你的身家都幾多 基本上你不投資 對你的影響可能會更加大 謝謝大家 作為投資者 大家就不可以高估自己的智慧 因為市場比投資者聰明 譬如說 有些人說 最近生意麻麻 你們本公司 是不是應該股價大跌 可以告訴大家 是未必的 這段時間 有些公司是跌 但有些公司都升 特別是有M&A 收過合併的 全然的話 會忽然股價上升 所以你猜不到 所謂力不道不為財 就不只是一年股一次 登米就可以決定 投資是需要我們持續地去留意 已經投資 在文明投資的產品 所以在投資項目上 我就不打算教書 逐漸講投資理論 反而可能是一段時間 跟大家講解 跟投資有關的走勢等等 經濟回報 大家自己決定 元宵節 大家都希望回到石頭湯圓 北方人都要吃水餃 無論如何 希望大家對人緣兩段緣 大家都平安健康大吉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各位朋友可以訂閱 我會做多一些好的片段給大家看 謝謝